都知道苹果手机在华强北是可以改它的电池效率 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还是有个别小伙伴要求所谓的高电池效率 就好比我手上这台8plus都已经过去6年的机器了 可还是有小伙伴要求原装不拆机 90%以上的电池效率 对于这种要求 我们作为一个背包客来说挺无赖的 改电池效率在市场也就十来块钱的事 而且是想改多少都可以 为何我们就不能认清这个现实 或者是更换一款新电池呢 那肯定又有小伙伴要说了 如果电池更换你机器肯定拆过了 肯定就不是原装机了 那试问市场改高电池效率的 就一定是无拆的原装机吗 仔细想想充电1000多次 电池效率还能达到90%多的 你觉得它的可信度高吗 所以我们在入手机器时 不要一味的追求所谓的高电池效率 不同的机型不同的年份 它的电池效率肯定会也有所不同 顺其自然变好